为了看一眼国宝大熊猫 我不远千里来到了成都 听去过的朋友们说 一定要早上去 因为大熊猫这种生物 一天之中大约有13个小时 都在睡觉 只有早上8点多的时候最活跃 其他时间都在懒洋洋的吃竹子 于是我大清早就去了 运气还不错 看到了两只熊猫在打架 它们足足为我表演了20多分钟 太给面子了 绝对值回了票价 其实小一点的大熊猫更加可爱 各种憨态可掘 呀 我被蒙到了 赶紧来一口建立宝鸭鸭筋 开盖好运来 建立宝更多红包福利 有本事 你来拿 饲养员告诉我说 别看这些家伙憨憨的 但它们的咬合里不比黑熊差 毕竟当年也是赤油做下的石铁兽 所以如果在野外遇到大熊猫 我奉劝你千万不要上去摸它 这家伙比较懒 它不会主动攻击你 莫要惹它就好 人家可是国宝呀 身份无比尊贵 我们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好啦 下次带你们见见小熊猫吧 猫猫哒